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直讲说我们讨论非常多的是国内的社会动荡 其实就是大家人心的改变 这种人心的改变 以香港的80后的战出来 90后的战出来 和十方的90后的年轻人战出来 作为非常典型的概念 这个年龄段的人没有经历过太多的 所谓中共本身的那种残酷的迫害 大面积的迫害 他们没有经历过 但是他们意识到共产党是所有罪恶 这种邪恶的根源 应该是这么看就对了 同时我一直强调一点 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斗争 而它的背景是中国的今天的经济 在全球经济衰败的状况下 是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果不其然就在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头一天 其实有个时间差了 国内再次宣布降息 一个月之内连续降两次息 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BBC第一时间报道了这条消息 国内没有任何解释 媒体以社论的方式在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BBC的文章这么说 中国报斋 中国意外降息 文章提到说 中国人民银行再度下调利率 成为了星期五 中国国内各大报纸的讨论的重点 人民日报说的比较直接 他说中央银行降息 此举在于保障经济增长 本来很麻烦的事 说的很正面 保证经济增长 经济没增长 经济没增长 是出了麻烦 他不这么说 他说保证经济增长 那另外中国日报说的就比较 稍微往前走了一点 他说人民银行一个月内两度下调利率 加深了人们对全球第二经济体的下滑速度 比预期的更加恶劣 而且更加令人担忧 整个经济是衰败的 他想靠这种技术手段 降息的技术手段 来刺激人们进行投资 来刺激人们消费 希望能有更多的投资 让人们起来 其实我说这是没用的 在这种正常的社会当中 北美 欧洲 这是有用的 它是靠自然调节 在强权的社会当中 这是没用的 因为前面的这些大的投资 我们过去的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大国崛起的年代里面 投资获得了利润 绝大部分被少数家族拿走 而老百姓真实的普通的生活 大部分老百姓普通的生活 未必提高 很可能还是衰落了 那你再往里去刺激投资的话 那个刺激不起来 因为中共的最高层 握有权力的人和有钱的人 都意识到这块土地出问题了 整个这个环境出问题了 他们把挣到的钱 都转到海外去了 对吧 都转到海外去了 你这边降息 他也不会再借钱 他也不会再干嘛 他现在忙着是逃跑 所以这就是两回事 我说没有用的原因就在这 那上海新闻晨报形容说 这次降息叫做紧急再降息 并且援引了经济分析师称 今年年内仍然有可能再次降息 而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 这次降息代表着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 已经达到了需要急救的步伐 广东的南方都市报说 央行在降息的同时 要求金融机构要继续严格执行 差别化的各项房贷政策 继续抑制投机投资性的购房 整个的衰败 这是面临的局面 其实我说谁都没办法 这种大的趋势衰败下来 我们对比一下 比如说像大国崛起的年代 2008年世界金融状况 出现大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时候抛出了4万亿 有人说40万亿 进入到中国大陆 那当时央行是这么干的 当时国内是这么干的 我们当时的评论说 这回可得好 有更多的人发财了 高铁就是在那个阶段出现的 那铁道部的部长一次受贿 七个亿 哪是这么玩的 不正是又把更大的一笔钱 转给了少数家族 太子党和这些儿子们 孙子们的手里面 那转完之后 你今天再靠降息 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他今天没有能力再印4万亿 40万亿再投入到市场里面 如果再投入到市场里面 你吃黄果100块钱一根了 对吧 没办法玩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崩溃前的迹象 连续降息 再加上政坛的这种动荡 再加上老百姓直接都认识到今天 共产党本身是这个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 我觉得这绝对是有的桥了 有的桥 有的对比 不同人表现出情况不一样 特别是中共高层 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中 已经顾不上经济状况了 因为他们把钱已经移出去了 一年前已经买好机票 护照准备好了 随时跑了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场面 就在经济状况如此麻烦的情况下 明码谁都能知道的情况下 结果薄熙来周永康 整个这一个派别的打斗 求得咸鱼翻身 还没有结束 BBC报道这么讲 重庆出现了多幅力挺薄熙来的传单和标语 网络消息说 在重庆街头出现了多幅支持薄熙来的传单 薄书记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的标语 标语被喷印在重庆的许多公交车站的橱窗上 咱们不知道这个时候重庆的警察在干嘛 对吧 警察不是经常抓这些乱吐乱抹的人吗 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我自己感觉呢 这就是权力斗争的一种直接表现 那有的分析人认为 这代表了重庆人的民意 不可能 重庆人的民意绝对不会这么干 但是呢 会有人利用重庆人的民意的说法 这种氛围去干这种事情 网上的评论也是这么说的 你让我分析呢 我觉得很简单 证明这件事情没完 大家记得在7月1号 香港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胡锦涛回到国内之后 我跟大家讲了 在7月下旬之前 会出现很大的事情 很多的这种事情出来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要争取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各派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打斗 以求得在北戴河会议上的更多的筹码 这些内容就是我跟大家 曾经预测过的这种表现的一种迹象 其实还是那句话 正是因为北戴河会议的太重要了 他真正决定了18大最终的结果 应该在北戴河会议上 所以在此之前 各家蒸的馒头也都该出锅了 蒸的包子也出锅了 反正煮的饺子也该捞了 意思就是说是怎么着就是怎么着了 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的冲击下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实际是香港的证明杂志 登出来的消息 针对李旺扬这件事情 有一个比较政法委内部的一种迹象 一种说明状况的一种消息 他的题目叫做 湖南政法委系统之内部的造反 文章消息援引的是香港的证明杂志 文章这么讲的 李旺扬事情出来之后 引发整个湖南省高等法院 高等检察院 省司法厅 省公安厅内部 一共122名高中级干部 连署省委 省人大负责人 呼吁整顿拘留所 监狱 整顿政法系统队伍和保障人权 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 我们曾经提到过 李旺扬这件事情其实都完了 而李旺扬被自杀 我讲过这是政法委系统周永康 应该曾庆红出的主意 来给胡锦涛难堪 胡锦涛自身的不作为 这种自身的人生性上的弱点 被人家钻了空子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条消息 就证实了我当时的推断 我说作为湖南省政府来讲 省府的官员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胡锦涛的人 而他的老板生性软弱造成周强很难做 但是周强想出了一个办法 让他系统内部的 让他省一级的政法委系统内部的人 发出声音 他们发出声音 反抗的就是周永康 那至于说这个主意是不是周强出的 还是胡锦涛里面出的 还是谁出的 那咱们不知道 但是客观的行为 我们看到了 地方能够控制的政法委系统的官员 直接反对他的顶头上司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这个消息我们这么看就对了 而这样的做法 表明了周永康的本身的问题 消息就是这么个消息 我们就可以感觉出 打斗的激烈程度 那其实网上有个朋友跟我留言 提到天津济县大火的事情 济县大火的事情 是济县当地的一个最大的伤杀 找大火 官方讲大火本身没死几个人 伤了十几个人 而老百姓讲最多的 说死了378个人 而且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 据说大厦在开始着火之后 大厦的负责人保安 把一楼的大门关了 商杀大门关了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往外跑 为什么关门呢 他怕这些人不给钱 拿了东西 买了东西 不付钱 跑了 不付钱的说法 我觉得非常的悲哀 人们去谴责他 说这种事情为什么出 我觉得这种事情为什么出呢 道理很简单 社会体制把人性扼杀 人人为我自己 不考虑他人之死活 一个小孩 被车撞 然后司机会碾死他 不让他伤 为什么呢 怕赔钱赔的多 这事没完 冷漠的人走过去 一个女人怀孕七个多月 被强制流产 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社会里 人们熟视无睹 认为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 当认为是正常的时候 我觉得 商杀的人把门关了 也变成正常的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生活的社会 所以非正常人性的表现 成为了正常的 星期四这一天 欧洲通过了一项谴责案 欧洲议会 直接强烈谴责 中国共产党的 非常灭绝人性的 这种所谓节育政策 法广文章这么说的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 强制妇女 堕胎的行为 那文章呢 是这么讲的 欧洲议会 对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一名 怀孕七个月的孕妇 应违反官方的 独生子女政策 而被强制 淫产 堕胎一世呢 感到愤怒 那另外 中国有五名学 法学学者和人口学家 五号 联名上述人大 要求改变 中国的所谓 独生子女的政策 我这里呢 还是跟大家 陈述这个概念 这样的把孩子给刮掉 这就是杀人 杀的是你自己的人 很多 有些朋友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 那不这么做 中国人口会爆炸的 认同这样的政策 那这个体制下的这个政策 就是灭绝人类的政策 虎毒不食子啊 他这个政体却制定政策 去杀自己的人 让自己的母亲和 让孩子的母亲 孩子的父亲 去杀自己的孩子 成为一个国策 这就是我说的 从真正人性的角度来讲 这个体制是个杀人的体制 你要求这个国土上的 每一个做父亲 每一个做母亲的女人 去杀自己的孩子 有这么邪恶的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